这些小鲜肉 杨光啊 我跟你说啊 现在这些小鲜肉 那可真是一茬一茬的出啊 来 就你们电视台那个赵丽 你看看人家 肤白貌美大长腿 竞争多激烈啊 是 你说你们这些中年男人 顺一下潮流 好好调整一下 没有点危机感吗 长江后浪推前浪 你稍微一不注意 立马就被拍死在沙滩上了 是 艾姐说得对 受教了 前辈就是前辈 再敬一辈 我的天哪 你可算是来了 介绍一下啊 罗修 志玲 你好 牛志玲 罗修 杨光 坐 是这样的 罗大师 我们电视台呢 想给杨光拍一次宣传照 就得麻烦您了 也不知道我们的栏目 好好说话您看过吗 我从不看电视 听到没有 现在艺术家都是这样的 没事 我就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杨光 您好 不用客套了 要什么风格快点说 我一会儿还要工作呢 我助理还在门口等着呢 好 志玲姐 我先去上趟绣一些 你们先聊着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这背的什么呀 这大包子 罗修她今天晚上要上山 拍星空 才让我把器材给她送过来 吃饭没有 吃着呢 服务 等一下 汤我们要 你干吗呀 我们是茉莉听的 先给我们好不好 不是 不好意思先生 这是别的客人点的 我只能给他们再点一份 刮茉莉听的账上 不好意思啊 慢点 慢点 把包放下吧 不行啊 罗修说了 只要在外面 他的包必须背在我身上 不能落地 防止损坏 不能落地 这什么规矩啊 他故意整你的吧 你千万别让罗修知道我们 没关系啊 就因为我是走后门进他工作室 他现在死活都看不上我 你要是再替我出头 我就完了 你们认识啊 你助理啊 刚才看来跟个小叫花子似的 在门口 可怜兮兮的在那儿啃饼 给他点了份汤 把他噎着 我们不认识 我们真的不认识 我们真的不认识 谢谢你啊 大哥 做老板 得为手下人性利点 你这话什么意思 现在不都提倡什么人性化管理吗 对手下好点 来 那什么主持人 照片的事情已经谈好了 这几天约一个时间 去我工作室一头 吃饱了吗 吃饱了 就走啊 吃饱了就走啊 受饱了 还没了 确保 我指的这种材料 还是被看着 一切考虑不是 今天他们一份 tery integrated Ku那领小伙子 尝觅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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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正经销售卖房 不要搞这些机名构刀的手段 销售不佳 资金回收困难 银行那边怎么说 现在这个银行啊 对咱们这个传统的地产行业呀 卡得很紧 眼下咱们就有几笔资金啊 马上就到期了 公司即将面临着严重的资金压力 尤其是这个钱沟村哪 我知道了 你对钱沟村这个项目 一直不能够理解 是啊 李总 你说咱们是在做生意 在商严商 明知道那片地被污染了 需要做大量的生态修复工作 时间长收效慢 像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啊 我实在是想不明白 眼下这个形势 咱们做传统地产的 肯定是要转型的 这转型就没有不难 没有不痛的 李总啊 我赞成你这个转型的想法 但选择这个钱沟村哪 这块骨头太难啃了 那是因为咱们还没有找到 合适的下垂的地方 这样吧 我亲自去钱沟村 拜访一下马总 好 那我跟村里说一下 你说你 你每次一跟我开会就愁眉苦脸 你都没有什么好消息 要告诉我的吗 咱们新开发那个商业街 不是还不错吗 你贴到商业街呀 我现在呀 是越来越看不懂 现在的生意了 就商业街上 最近新开了一家 火得不得了的网红蛋糕店 就随便写了几句 莫名其妙的话 你猜怎么着 这蛋糕啊 比房子卖的都火 那这就是一个新的商机呀 咱们可以考虑 之后做商业街规划的时候 全面跟这些所谓的网红店 展开合作 这倒是个好想法 行 那我让他们做一个详细的规划 行啊 好 小谦 小谦 雷总 商业街上有一家网红蛋糕店 去给我买一份 那您什么时候要啊 那得排队一个小时呢 怪我吗 下班之前 下班 廖方姐姐 你就陪我去嘛 明雅我再好好跟你说一次 好好说话节目 就是一个消费别人的苦难 来博取收拾的节目 阳光让你去上节目 他会把你和蒋家冻的生活 曝光在公众视野里面 你们就像动物园的猴子一样 任人参观的 可是阳光老师说了 说我现在已经很被动了 现在好多的观众 都认为蒋家冻那个渣男 是个暖男好丈夫 我反倒成了那个不懂事的闹人精啊 所以我是一定要上节目 我要跟他讲清楚的 你就这样一步一步中了他的圈套 是蒋家冻 他实在太可恨了 好吧 既然你决定了 就不需要我了 不行 需要你 这样才更需要你的 你想呀 我现在只相信你的 那如果我上节目吃了亏 你还是会帮我 打这个灵火官司的 是不是 这怎么还带了个律师啊 这是条件吗这个 蒋家冻 你最近很嚣张的呀 这离个婚 你都要把事情闹到天上去了 我带律师怎么了 我不带个律师来 你还没把我欺负死呀 我说二位 你们今儿是来调解的吧 这怎么一见面就杠上了呢 来 你先坐 好 如果今天调解不成呢 我还是要为我的当事人 伸张权益 当然了我今天带他来 主要是保护他 把他被心怀不轨的人利用 哥米啊 你们现在的情况呢 我大致已经了解了 反正蒋家冻这边的意思 他是坚决不想离婚 我现在想听听你的想法 我 我不是不想离婚啊 我问你了吗 这个婚呢 我是可以不用理的 但是他 必须在节目里面 公开向我道歉 他如果要再骗我的话 我是马上就要离婚的 他如果要再打游戏 再骗我 我们离婚以后 财产全都得归我 你跟这儿巴巴什么呢 我打游戏我花过钱吗 我一分钱我都舍不得花 你敢保证以后 你不追星不买口红吗 你保证不了 再说了 我打的是小怪物 您追的是一大男人 再说了 我道歉凭什么呀 每次都是我道歉 有用吗 你就是蹬鼻子上脸 我呸 蒋家冬 你 你凶什么凶啊你 你原来敢这么跟我说话吗 我问你啊 你要是不爱我了 你就直接跟我说啊 我是可以跟你离婚的 我可以马上就离婚啊 我连律师我都带来了 好啊 离啊 你们两个能少说两句吗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节目效果吗 廖律师可能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误会啊 误会 你们的节目无非就是挖掘别人的痛处 提高自己的收视率 我不相信你对他们有一点同情和理解 你怎么知道我不理解和同情他们呢 好 那我想请问一下 你了解过他们两个人为什么在一起吗 了解过他们的婚姻基础吗 了解过他们两人在一起 会面临到什么样的问题和伤害吗 你甚至评估过他们两人究竟在一起合适 还是不在一起合适呢 廖律师年纪轻轻就进入到官室律师事务所 应该是个学霸 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是感情问题 请您不要用您的法律专业和你法律的思维和角度 想感情的问题 这是人的问题 你处理的是法务问题 好吗 好 那你有更高明的方法吗 我试试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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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